穿著黑色的T恤 稚嫩的臉龐 看到警方圍繞在四周 顯得無助害怕 未成年就被詐騙集團吸收當車手 原本要將他上號的女警也不忍心 說來真要感謝銀行行員機警 周先生接獲詐騙集團電話說 兒子被綁架了 要求80萬元的贖金便慌慌張張 要到銀行領錢 我看到外面有個車手 然後就公司警方說 趕快先把對面的車手 先派人線過去那邊 說來真要感謝銀行機警 周先生接獲詐騙集團電話說 兒子被綁架了 要求80萬元的贖金 便慌慌張張要到銀行領錢 我會覺得說他滿有警覺性的 是啊 因為有一些警衛 他有時候並沒有很認真 警衛暗中向警方打暗號 表示這名少年行蹟可疑 而警方上前盤查 果然就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等候阿伯提款以後 馬上他就要 快要得手的時候 我們原警去盤查 警方目前對這名少年積極征訊 希望追出詐騙集團的首腦 不要再有人受騙 記者紀健康 陳怡寅 高雄報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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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